中午最新的現場要持續來關心 台北市東湖在昨天晚間 發生了嚴重的死亡車禍 15歲的少年吳兆開車上路 撞死了三條人命 而尚嫂的檢察官指示 少年由於受到了邵氏法的管轄 不需陪同 相驗遺體 只有三名的死者家屬到場 而目前現場的最新狀況如何呢 連線記者蘇一環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注東湖這起 嚴重的死亡車禍 那麼其實在今天早上的時候呢 這名肇事的15歲少年 他的避路是已經完成了 那麼原先呢 他其實是必須在警方的陪同下 一起到這個台北市懷愛館這邊 來相驗三名死者的遺體 不過呢 由於這個在途中的時候 警方就接到檢察官的指示 就是說其實這名15歲的少年 他目前還是未成年 因此受到肇事罰的管轄 因此中途呢 就緊急的叫他人 再次回到分局 並且直接送往少年法院 不用再到這個懷愛館這邊來商宴了 所以其實稍早的時候呢 懷愛館這邊呢 我們只有看到了這個見識人員 以及警察官以及法醫呢 等等的人一起進到懷愛館裡頭 同時三名死者的家屬 也是陸續進到了裡頭了 其實稍早的時候 我們也有過去想要詢問一下 這個家屬有沒有需要幫忙 目前的狀況大概如何 那麼其實死者的家屬他們的期許 現在都還是相當激動並且悲痛的 其中一名死者的家屬呢 他甚至整個雙眼都是哭紅了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是完全無法接受 這個突入其來的惡號 主要就是因為其實這三名死者 昨天都是剛下班的 有兩人呢 當時是在這個臭豆腐店裡頭 要來購買晚餐 沒有想到這個15歲少年 他的車子就直接這樣神奇 合衝直撞 衝進了這個臭豆腐攤裡頭 導致這兩名顧客是閃都來不及閃 就當場被撞傷 甚至傷勢相當嚴重 所以後宣告不治 那麼另一名卢姓騎士呢 他其實呢 他當時他也是在回家的路上 那麼家屬也有提到 他當時這一條安康路 就是他每天回家必經的路段 結果沒有想到昨天也是同樣 被15歲少年給撞傷身亡 那麼其實這三名死者呢 今天遺體都會在今天商業完畢 是否需要解剖 也等到法醫到場之後 來進行後續的確認 那麼後續呢 這名少年他相關處置為何 也等到檢方這邊再來釐清 以上下場最新交還彭的主播